中国是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生产瓷器的瓷窑有官窑、民窑之分 民窑是民间经营的瓷窑 官窑是官办的瓷窑 官窑生产的瓷器产品被宫廷所垄断 中国最早的官窑是五代和北宋的月窑 一般来讲,官窑生产的瓷器 其质量和工艺要比民窑优良得多 本片介绍的是明代官窑青花瓷 青花是白地兰花瓷器的专程 明代永乐宣德良朝 是中国青花瓷器生产的黄金时代 这是一件我家传世下的明代早期 红武年间烧制的官窑瓷器 它的整体造型规整、精美 内化、非印浓纹是用进口的酥麻离青料 所画 它的圈酒是代表了明代早期还有元代的那种风格 中间有乳钉 平起圈酒宽厚 用的胎是景德镇最好的麻仓土所烧 为什么说它是官窑瓷器呢? 因为龙在明代是年纪民窑烧制 只有官窑才准备烧龙 而这件易龙更是稀少 所以我们说这件石器 从它的胎、幼、气形、龙纹 所用的料 就是青花料 我们断定它应该是红武年早期 也就是元末清明初时期所烧制的官窑 因为在明代时期 就有了中国最早的玉窑 这种玉窑厂川宫皇家所烧制 所以这件石器 是我家传下来的一件非常珍贵的 鸿武年早期官窑石器 这是一件明代允诺时期的官窑 奥越品 它的整个造型精美 气形完整 右面滋润 白中反清 青花用料是进口的苏玛仪清料 它的胎体是上下对结缝 在后来的房屋 在后来的房屋是两面兑红 包括清代和现在 因为它的功力达不到 允诺时期的功力 它只有两面兑红 才能够住到这件东西 它的胎体是细腻的沙胎 活是红 这是标准的 引诺时机的圈酒 这件青花抱一瓶 它的右面厚是滋润 青花所用的菇料 是进口的标准 苏玛仪清料 只有官窑瓷器 在当时才采用这种 进口的青花料烧子 而它的这个右面 是白中 反清 这是隐落时期 烧子的瓷器 一个非常标准的体现 这件它的绝缝 规整 整个气形 超进精美 因此 根据 它的整体 我认为 它是 隐落时期的 真正的官窑瓷器 明代官窑 青花瓷 在中国瓷器中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 永乐宣德时期的 青花瓷 更是 青花瓷器中的 名贵真品 出生的 欢迎刈 雷花瓷器中的 天花瓷器中的 天花瓷器中的